大家好,现在是2023年1月24日下午3点26分 今天是大年初三 昨天初二我都没有外出 都待在家里面睡大头觉 今天想说出去走走啊 就去吃肯德鸡炸鸡 今天的风很大 那发现呢 大部分的店家还是没有开 但是台南四目渝州有开 肯德鸡炸鸡也有开 人潮很多 我还看到一位年轻人帮一位 买很多的人两只手都提很多东西 没办法开门 一个年轻人还帮他开门 这次我点的炸鸡炸鸡 炸鸡A餐 然后再加购咖啡牛奶 这样总共 这样炸鸡薯条 再加购咖啡牛奶 总共三百七十七 哇你看大牌长龙 大牌长龙 大牌长龙 看哦 大年初三 大年初三的 台南永康区的肯德鸡炸鸡店 外面是永康區的中華路 現在是中午12點左右 點餐的人還蠻多的 台南永康區的肯德基雜基店 大女出山 來看第二點 最近我發現這句話是真的 財多身弱 也就是說你如果 錢很多那你要付出的代價就是身體健康可能會出問題 我發現這句話是真的 因為我發現我的體能有下降 好像要回復到我當兵之前的狀況 其實我當兵之前身體是很不好的喔 因為以前要照顧癱瘓的父親四年 又照顧癱瘓的母親八年 總共照顧了12年 每天睡覺沒有幾小時耶 照顧母親的時候最慘 因為照顧爸爸的時候還有媽媽來輪流 輪流 但是照顧癱瘓的母親的時候沒有耶 只有我一個人而已 姐姐每天都在睡覺啊 反而是我要照顧媽媽還要照顧姐姐呢 所以媽媽癱瘓的那段時間 我每天大概就睡三個小時而已啊 我為什麼會注意啊 也是在那個時候造成的 因為每天睡每幾個小時 然後我還要讀成功大學課業 成功大學日間部的工學院 成大水利技海洋工程學系那個 那個不是阿貓阿狗能讀的呢 你們都知道了嘛 台城清交這四大名校功課都是 這個教授要求很嚴格啊 我還要讀成大 我還要照顧媽媽還要照顧姐姐 所以我每天睡每三小時啊 所以身體就很虛弱啊 但是男孩子又要當兵 所以等到去當兵的時候 我就被超到氣喘嘛 因為我小時候就有氣喘疾病啊 雖然我我是踢足球的運動體能很好 但是要避免怎樣 吃冰要避免哈哈大笑 因為你如果吃冰還哈哈大笑 你就有可能會氣喘 還有就是在冬天的時候 尤其是冬天的早上 因為冬天天氣冷就會氣喘 所以雖然運動 運動細胞不錯 但是一不小心就會花作啊 而且緊張 以前緊張的時候也也會花作氣喘 那到了照顧貪瘓父親貪瘓母親之後 哇那就更更糟糕了 因為很缺乏運動啊 體重又重啊 所以去當兵的時候在成功嶺就被超到命危啊 送軍醫院 當時幾乎就是要沒命了 當然沒有家人會來看我 因為這個無父無母嘛 只有一個姊姊 而這個姊姊她早就宣佈跟我斷絕關係了 因為斷絕姐弟關係啊 所以沒有人會來看我 所以我在軍醫院就是孤孤單單的一個人等死 其實其實從小 欸你們相信嗎 從小哦 我大大小小參加的考試啊 譬如說大學年考 高中年考 任何考試我都是獨自一人去考試耶 都沒有人陪我耶 都沒有家屬陪他 因為你看 大學年考的時候 爸爸因為癱瘓嘛 住在醫院啊 然後這個母親要照顧爸爸 他怎麼可能媽媽怎麼可能會去前面那條路 沒有啊 不可能啊 那等到以後 等一下又要考研究所什麼 也都是自己一個人去考 因為考研究所的時候 母親癱瘓嘛 這個都要 都只能自己一個人去 阿姊姊姊姊從來不會陪我去考試 不可能的啦 青年路 然後這個時候在醫院 就快要死的時候 這個我講過了 但現在 在軍醫院 因為氣傳病 那些這個 軍醫啊 認為說這個 這個人 已經 沒救了 然後 我隱約聽到啦 說 有沒有 聯絡到家屬的 沒有啊 沒有 他好像沒有親人耶 找不到人耶 喔 他們好像不曉得要怎麼辦 因為聯絡不到家屬 準備要把我送太平間了 前面鐵路地下化 你相關手續你要辦啊 不見了 沒想到那天晚上 我就遇到 看到我腳 腳跟那裡有一個 很大很大的巨人 三公尺高的巨人 這個我講過了 就隔天 隔天起來 我就身體就 很健康了 而且 前面叫做 從那一天開始 就從來都不會生病 很多年輕人 從來都沒有用過健保卡 到了 最近啦 要止癢 去年啦 去年要止癢 我才用到健保卡 不然 我都不必用健保卡 因為都不會生病啊 但是最近啊 我發現 這個 我體能下降了啦 你們知道以前我拉單槓 是怎麼拉的嗎 你們都是用整隻手掌去拉單槓 不是咧 我是用兩根手指頭而已 用兩根手指頭 拉單槓 這樣大概可以拉十幾下 如果 用十根手指頭去拉 就 軍隊裡面有測 有那個 這個 測量嘛 25下 那是十根手指頭啦 平常我都是用一根手指頭在 在拉單槓 找這樣 到十一下 那是 那是有 有那個巨人神附身的時候 才能夠這麼強啊 所以我不是有講過了嗎 我說 我曾經跟老兵啊 跟那些老士官說 你們誰可以 贏我萬利 贏我萬利 欸 你要知道咧 那些老兵 給我高強大人 連那個 被我打的那個士官長 欸 他 他說他是兩三一隻鬼 他去受特訓了 給我那個肌肉結實的要命 然後他說 他在 他想要跟我 跟我這個拚的之前 他還說什麼 不是說他要跟我拚啦 他 他拿那個 MK16步槍 要抵住我的 太陽穴要開槍之前 他還 他還說 你知道我受兩三一隻鬼 野戰特訓 是為了什麼嗎 就是要下部隊 虐待 虐待別人的啦 前面是圓環 你就知道說 那個身體有多強壯啊 特種部隊 但是他們不知道 我有黑巨人省護身 以前的台南市政府 我只是心裡在想說 很久很久 我就能眼這樣看 心裡在想說 就在這邊啦 其實以後我遇到 其實以後我遇到 遇到有人在我前面 那大小聲 站山欺負 刺龍刺鳳 這樣 或腰叉的槍 好像很不可疑 是我心裡 你們知道我心裡 在想的話都是什麼嗎 你是說什麼 你不是很勇 不過那是沒有 黑巨人省護身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跟老士官長 跟士官長 跟那些老兵說 你們 誰能夠贏我萬利 誰能夠贏我 這個力定跳平 誰能夠贏我一百公尺 這個新兵就隨便讓你們玩 為什麼那時候能夠這樣 因為我知道我有黑巨人省護身 力大無窮 但是我現在發現可能 可能已經退嫁了喔 不然我怎麼 我發現我現在走樓梯 會喘起來 我去我以前住的那個公寓 要去搬東西 我現在發現 我爬樓梯竟然會喘 天啊 可能啊 A巨人省已經退稿 這個叫做財多 身弱 天啊 我現在真的要躲起來 前面就是以前的市政 不然以前那些 那些 我被我這個避逆 避逆這個 以前那個天大門太陽會會長 也曾經拿槍頂著 指著我欸 被我一把從頭髮抓起來 抓到輔導長室裡面 那個時候 他當然不是太陽會會長 他那個時候 還是天大門裡面的一個殺手 但是他很囂張 全身刺龍刺鳳 欸我那個部隊 因為我之前 下了三個條件 所以老兵都不敢欺負新兵啊 沒想到這個天大門 後來啦 後來當天大門太陽會會會長 這個很囂張 他二兵而已喔 四官班長 要他做什麼 他都 他都不聽啊 因為他認為說 他是天大門的殺手啊 他當兵吃錢 就殺過很多人 千科累累啊 我副導長 我都可以看到那個資料 那個刑事記錄後 好幾頁啊 殺人 砍斷別人 手腳什麼的 一大堆 然後有一天在插槍嘛 那個 後來當天大門太陽會會會長的 他說 這個班長就叫他插槍啊 他不插槍啊 他都一直在那邊聊天啊 班長 班長就很生氣 稍微大聲一點 那個 二兵 在二兵喔 罵班長 他說 不然你是在搶救什麼 你敢 你敢再管我 你看 你能不能走出這個營區大門口 因為他們幫派分子 會在大門口賭人啊 所以班長就不敢講話 結果被我 被我聽到 我輸到擋 被我聽到我就走過來說 這就是以前的台南市眾福 我不是說未來 我不是說未來 我就叫他的名字 說 怎麼對班長這種態度呢 孔子廟 趕快 趕快插你的槍 欸 別人都把那個槍都已經拆解 在那邊插槍 欸他的槍 還好好的 結果 他看到補導長 這樣 對他講話 他竟然怎樣 他竟然把槍 MK16部槍拿起來 瞄準我啊 所以我這人生就 有兩個人 拿MK16部槍指著我 第一個就是士官長 頂著我的太陽穴 然後被我打了一頓 我就是那個梁山一絲鬼那一個 再來就是這個天道門會會長 那是退伍後啦 他才當了天道門太陽會會長 他之前只是殺手 幫他裡面 兇狠的殺手 殺過很多人 欸他 欸他反應很快喔 我這樣跟他講 可以他馬上槍拿起來 我果然是殺手 他就 槍拿起來就指著我 只是 他不曉得 我有黑人神附身 他很奇怪 很奇怪 我怎麼 突然直接已經在他的後面 今天有開張喔 然後就 用一隻手 就把他抓 抓著 有人來買花 一直拖 一直拖 拖到 輔導長室裡面去 出來以後 在裡面幹什麼 就不用講了 出來以後 拐到後 向班長道歉 然後還寫 寫了這個 欸那他寫給我的信 我還留著欸 道歉信 我這樣 走到 這個輔導長 可能 不是人 這個輔導長 不是人 就寫了一封 道歉信 我到現在還留著 沒想到 他後來退伍以後 當了 天道門 太陽會會長 又繼續殺人 砍人 因為我有看到新聞 啊 講到哪裡了 才多深入 現在 前面 我發現我 體能下降 大包 現在要低調一點 不然以前被我阻止過 不可以欺負別人的那些老兵 或者黑幫分子 萬一他們要來找我訴求 就在這邊 就麻煩 所以我要 低調一點 因為發現我體能下降 好 再來 第三點 被命理節目嚇一跳 就我最近在看那個命理節目說 十二生肖 有一個命理師男的啦 他就說到 他是怎麼說呢 每一個生肖 不同年 不同年的 他就分別說 他說到 我這個生肖 某一個年次出生的這個生肖 就是 我 我啦 我就是那個 出生的 他說什麼呢 他說 這個生肖 這一年出生的人呢 年輕的時候啊 受家庭拖累了 所以相當的 凄惨 要等到 中年以後呢 才有成功的轉機啊 我聽了 嚇了一跳 我 因為我本來是 YouTuber 這是YouTuber嘛 所以你可以選擇著看 我就特別選 選我這個生肖來看 但是我聽到他這麼一說 我嚇了一跳 我就 從頭看啊 從老鼠 鼠牛 虎兔 龍 蛇 馬這樣一個一個看 我要看看說 其他生肖 有沒有跟我一樣的 有沒有跟我一樣說 年輕的時候會受家庭拖累 要 中年以後才有可能 才有轉機 你們知道 我全部把它聽完喔 12個生肖 好 不同年出生的 天啊 那好幾百個 Case裡面竟然 就只有我這個生肖 而且只有我這個生肖的 那一年出生的人 有這種情形 睡小也沒人睡小幹 天啊 就那一年 而且那個生肖 出生的人 早年會被家人拖累 做什麼都沒有辦法 天啊 十二生肖裡面 唯一 有這種現象的 睡小幹 讓我抱到啦 所以我嚇了一跳呢 我覺得說這個 命理啊 有時候 我們真的不得不相信 雖然我自己也有在研究命理 但是 被別人這樣一說呢 我也是嚇了一跳 怎麼那麼準啊 好吧 那 不被道德綁架 真的很爽 我現在 才有這種感覺 什麼叫做不被道德綁架 我們常常會被道德綁架 啊 為什麼你可以不被道德綁架 像我的情形就是這樣 以前 因為我這一個生肖 那一猛年出生的人 就是怎樣 六親無靠 六親無靠 而且會被親戚拖累 而且親戚絕對不會幫忙你 六親無靠 就是親戚啦 朋友啦 前面都是人 任何人都不會幫助你 秘密媽媽都是人 別想到 絕對不會 欸我現在才發現說 這樣 反而好 因為他們以前從來沒有幫助過我啊 而 中年以後 我這個生肖這一年出生的人 中年以後 就有成功的機會 只要你 做人正直 建議勇為 反罷你 救別人 像我救很多人啊 上去了啦 從國小到當兵 我都在救人 所以 累積的應得 很多啊 所以我中年以後 我就能夠 才富自由了 結果我現在就不必 被道德綁架了啊 現在有 以前那些不幫助我的 想要來跟我拿錢 想要來跟我借錢 我都可以不借 我可以不給他們錢欸 不要說借啦 其實我從來沒有借 我都是給的 我之前說過了嘛 我 我半年之內 就給我姐姐一百多萬 但後來我不給了 啊我不給 我現在不給了 我也不會覺得 有怎樣啊 因為 她以前從來沒有幫助過我啊 媽媽癱瘓的時候 也都是我在照顧的 以前媽媽癱瘓的時候 我花的錢都是媽媽的退休金欸 沒花姐姐一毛錢欸 反而是姐姐 她每天躺著睡覺 買的便當 都我去買便當 我去買飯 那個錢都是花媽媽的 退休金的錢欸 所以她 完全沒有幫助到我 而且 她以前都是在虐待我 精神虐待 肉體虐待 什麼都叫我做 我就當無力 現在我反而覺得說 太好了 都不必被道德綁架 因為以前 這些氣我而去的人 從來就 沒有一個人 伸出過一個元首 借過我一毛錢 一毛錢 連一毛錢都沒借過 我要跟他們借 他們都不借 你去死啦 你走開啦 衰小人 沒背 沒衰小人 蜚氣 看到你就覺得蜚氣 都被趕走什麼 欸現在 想要來跟我借錢 要來跟我要錢 我都可以 不理他們 心裡 心裡可以說什麼 我何必這樣呢 欸因為以前 他們常常對我說的話 就是這一句 我為什麼要這樣呢 我 我不理你也無所謂啊 我理你幹什麼 以前親戚 以前那些親戚 包括晚輩的 欸看到我都會問 問說什麼 欸那個人是誰啊 以前有那個晚輩的親戚 看到我 看到我跟他的爸爸媽媽說 欸他是誰 問我說我是誰啊 他明明知道我是誰啊 他又不是小孩子都已經 讀高中了 他還在問我說我是誰 他知道我是誰啊 但是他 他就這樣當作不認識你 然後他的父母親就會說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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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所以現在 現在我覺得很爽就是 我 我不給他們錢都 我都不會覺得 有什麼不對 不必受道德綁架 喔 但老實說啦 我現在最大的煩惱就是 欸老實說我真的不會花錢 像我今天 就只去 肯德基炸雞吃了炸雞 我就只會這樣而已啊 我現在反而說 到底要怎麼花這麼多錢 我是環擾這個 還是還是照老套屋就是 買房地產買黃金 就這樣而已啊 真的有點無聊啊 好祝大家 抹抹抹抹抹抹 ст